盧南盧北這個案子 關鍵的點是 新北市政府程序沒做好 程序沒做好 你在盧南盧北都市進化檢討的時候 過去其實包含林書芬 跟很多在地的議員 跟立委都有給很多建議 比方說本來高壓電塔就去裡面 然後後來他們去把它 強力的協調 不要高壓電塔進來 然後本來現在 要被侯友宜他們拿來 做果菜市場的這塊地 本來是公園 那公展都辦完了 公展就是公開的展覽 讓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案子 你們可以表達意見 類公廳會的概念 我辦完之後 新北市政府偷偷摸摸的 把果菜市場要移到盧州 塞到這案子當中 所以這個案子後來 送到內政部之後 內政部怎麼可能讓他過 內政部只有一個原則 盧南盧北都市計畫 對整個大盧州的發展很重要 可是你該做的公展程序要做完 請回去辦公展 這就是現狀啊 要不他就補公展說 我現在確定我要果菜市場要來 給盧州的市民說說話 要不做這件事 每個人就有不同的立場嘛 比方說 國民黨也許盧州的議員很棒 很愛國菜市場 認為來了之後會帶動經濟發展 你可以現場支持 而林淑芬是反對的嘛 林淑芬認為說 我們不要國菜市場 這可以討論 可是你連公展程序都沒辦 你就要內政部通過 這當然有問題啊 所以黃國昌你是捅了個大馬蜂窩嘛 黃國昌你憑什麼講說 盧南盧北專案審查卡在內政部 阻礙盧州市民發展 我說實話啦 以我對盧州 不是到跟淑芬委員那麼了解啦 但初步看一下這些新聞 跟問一些朋友 黃國昌如果你真的選新北市長啊 這個案子一定導致你盧州的大敗啊 你怎麼可以 完全不清楚狀況底下 你就去直接下這個評論 你沒站在市民的角度講這件事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黃國昌你到底有什麼資格這樣子亂噴啊 最近有兩個人 讓大家看清楚黃國昌的真面目 一個人叫林淑芬 一個人叫林靜宜 兩位都是優秀的民進黨的立委 或未來的政務官 林靜宜一個立委 他敢跟顏家戰 戰到最後一刻有贏過有輸過 可是他敢戰 所以我選輸了 現在要去當衛服部次長 他曾經是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 醫生 豐富的醫學的經歷 當一個衛服部次長 有很離譜嗎 黃國昌你說人家是仇優 如果你認為林靜宜是仇優 那一個連立委都不敢選的人 後來當柯文哲的打手 當到變成被民眾黨安排 去當不分區立委 這是不是全叫仇優 這個事情完全被人家看破卡朱嘛 你憑什麼講林靜宜是仇優 說真的你最愛那根蔥 你又是哪根蔥 第二個林淑芬 林淑芬這個事情是完全把你給爆打 你對於新北市政不了解 你對於盧州過去你到底關心了什麼事 你只做一件事 就是民眾黨在盧州提了一個立委參選的 讓侯友宜裡讓你 跟你去參加盧州的里長市政說明會 其他人對盧州到底有任何的貢獻嗎 沒有 然後結果你現在跳出來講 中央卡地方 然後變成是侯友宜的打手 說實話啦 我最後奉勸你一句 國昌老師 國昌委員 你不要笑想 國民黨最後新北市會禮讓你 沒有任何一個國民黨的議員 會支持你 所以國民黨絕對不會禮讓你 你最後會 進無可進 退無可退